拍下車子走走停停 大年初三上午不到十點半 國道部分路段就出現紫暴 而且都集中在南下路段 像是國一湖口到竹北 國道三號樹林到英哥 以及國五南港系統到石定 時速通通不到二十公里 從下午開始 雖然說我們也是有十次高中在管制 但是因為一直往返的 這種車流還蠻多的 所以說下午開始的話 北返的前鋒會一直持續到一道深夜 所以說建議用人如果是北上的話 可以多利用上午的離風時段 民眾搶著出遊 往年廉價必塞的地雷路段 就塞到紫暴 高工局預估國道五號南下北上 一整天都有車流多的狀況 宜蘭到平林路段 更可能一路塞到深夜十一點 上午是南下車流多 午後就換北返車潮 北上路段要注意國一 西羅道浦岩 以及國三沙路道大甲路段 恐怕在深夜十一點前 將連塞十四個小時 不但交通量將達到春節廉價最高峰 還可能創史上最塞紀錄 大連出事的話 基本上會是北上車潮 最大的一個這個時候 所以說我們還是呼籲這個 如果是不符合 這個高車載管制標準的用人 盡量利用上午的一個離風的時段 來北返 高工局提醒 無論出遊或提早返回工作崗位 最好提早出門 或者規劃好替代道路 才不會卡在高速公路上頭 壞了過年好興致 記者華昭平謝維 一旦遭組新北市報道 也許 草eger